经过23天的旅程 12月17号凌晨1时59分 探月工程嫦娥五号返回器 在内蒙古四子王岐预定区域成功着陆 当晚在完成必要的地面处理工作后 嫦娥五号返回器被运回其出生地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五院也为嫦娥五号任务试验队 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心情还是激动肯定是激动的 但是更多是自豪吧 就是感觉我们这十年的研制团队 研制队伍就是付出 的确达到了我们大家所希望的 期盼的一个效果 虽然过程中非常辛苦 但是最终能非常完美地实现 我们整个的中国探月三期 这个收官之战 就是在月面的无人采样的 自动返回这个任务 非常自豪能参与到这个型号 也这个队伍里面 最终能圆满地完成 我们这个赋予我们这个使命吧 陈启薇作为嫦娥五号探测器 研制团队成员之一 当晚见证了嫦娥五号返回器 回家的过程 时间回溯到23天前 当时身在海南文昌的他 看着互相陪伴十年的 嫦娥五号探测器即将远行 却是不舍得心情 最后发射状态是他最完美的状态 然后也是从慢慢看他长大 长了十年 然后我看到他最终被长征五号 托举着相当于是奔越 这种形式 还是当时是非常不舍的 说实话 就是看着 不像 虽然说我们返回新年回来 但是另外三个 他的兄弟姐妹们 就是永远的就在太空里了 就完成他们后续的使命 可能一直在外面漂泊来的感觉 所以当时的出动 就是肯定是不舍 跟那个 或者也是送孩子远行的那种心情吧 嫦娥五号探测器成功发射后 在经过月面着陆 自动采样 月面起飞 月轨将会对接 再入返回等多个难关后 23天后的12月17号凌晨 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 成功返回地面 而在地面搜索队抵达返回器着陆点前 直播中出现的可爱场景 打动了万千民众 一只小动物从返回器前跑过 率先到达了现场 当时画面里有个强劲的小动物 我们当时看到它就觉得 也挺开心的 这个动物还是比较应景的吧 大家都说是感觉像个兔子似的 月球月宫的 我们带着月宫的礼物回来了 地面还有个小动物来迎接它 当时看到它安全着陆 我们感觉整个的任务 或者是整个的研制 我们觉得是真是非常的落地了吧 虽然说我们非常有信心吧 但是真正的看它最终的安全回收 安全落地 整个就是感觉的整个不如使命吧 着陆不到20个小时 嫦娥五号返回器在着陆当天 即回到了出生地 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一条红毯铺旧的欢迎通道开启 两侧民众高举着电子牌 挥舞着旗帜 欢迎嫦娥五号回家 它着陆之后我们进去搜寻 这个搜寻在比较顺利 搜寻到了之后 现在我们就开始进行 整个的一个 把它进行一个着陆后的一个 相当于一个装配吧 种装吧 然后之后来通过一个飞机的形式 空运的形式来飞到北京 最后从北京再用汽车 从我们的机场 再拉到我们的航天城来 就是也就刚刚我们从这个 回到我们这个单身地吧 从最后从汽车 带这个小红花 所以大家还是能看到这个 非常激动的 能看到它能正常 非常顺利完美的返回吧 据悉 国家航天局将择机举行交接仪式 正式向地面应用系统 移交月球样品 中国首次地外天体样品存储 分析和研究相关工作 也将随之启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